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确实 有人或许可以凌驾于生活之上 而大部分人都被生活所奴役 生活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很复杂 今天议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如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议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有人说人生如酒 有酒有醉 有人说人生如水 有起有福 有人说人生如露 有高有低 有人说人生如花 有堪有限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人生 有起有落的是人生 事态炎凉 无需迎合 人情冷暖 勿取在意 身在万物中 心在万物上 小时候我常常跟自己说 长大后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所以我拼命地念书 拼命地工作 拼命地挣钱 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 生活就不会太为难我 后来我发现 生活中该你吃的苦 一次也躲不过 该你受的累 一分也不会少 人生很多时候 除了撑下去 没有别的办法 上周跟朋友聊天 他说19年的时候 自己拿出所有的积蓄创业 没想到偏偏遇上今年的疫情 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人交代 只能自己想办法熬过去 他埋怨过命运对他的不公 可是他做不到甘心 于是他想再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还是没什么起色 就止步于此吧 至少在承认自己普通之前 他也曾拼尽全力 或许以后他会和大部分上班族一样 找份普通的工作 每天按时上下班 但是还有一个房子 有猫 有爱人 就够了 也许我们生来平凡 没什么过人的天赋 快乐很平淡 悲伤也很平淡 有时候你觉得生活不过如此了 但每每看着身边陪伴你的人 都觉得自己还可以再努力一把 好日子会来得慢一点 难一点 但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刻降落在你我身上 人生就是那个让你把苦水吞进去 把泪水憋回去 把汗水抹下去 教会你如何为人 怎样处事 最严厉 最残酷的老师 从为一点小事矫情 到学会了冷静 知道了什么叫不值得 从泪水连连四处渴望同情 到懂得了安静 知道了什么叫沉默 经历了流年聚散 体会了人情冷暖 经历了物是人非 学会了自我疗伤 有苦 自我释放 有泪 欣然品尝 风吹雨打 知生活 苦尽甘来 懂人生 起起落落的人生就是一种感受 一场历练 一番彻舞 一次懂得 有苦有甜的是人生 人这一辈子说来容易 听来简单 做起来很难 并不是每一片土地都生长希望 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能成功 很多人抱怨工作很辛苦 生活很累 但当你累的时候 累了 倦了 实在不想上班 就到凌晨的大街上走走看看 一点 卖水果的婆婆准备收摊了 一点三十 外卖小哥还在给加班的白领送去月宵 两点 饭局上应酬的中年人才刚到家 三点 值班的护士正在全力配合 抢救刚送来的病人 三点三十 火车司机已经整装待发 四点三十 卖早餐的婆婆吃力地 穿过鼻子的弄堂 五点 唤醒城市的环卫公走上潇洒的街头 你会明白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黑暗的降临 懈怠和熄火 你会明白 你的工作又累又委屈 可总有人比你要累十倍 百倍 你会明白 无论何时何地 这个城市从来不缺的 就是那些为了生活而劳碌奔波的人 要明白 当你觉得辛苦的时候 证明你在走上坡路 苦才是人生 累才是工作 变才是命运 人才是历练 做才是拥有 如果感到此时的自己很辛苦 告诉自己 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 坚持住 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 有勾有砍的是人生 生活就是把你生吞活泼 让你脱胎换骨 再塑造一个更强大的自我 当你能够忘记你的过去 看重你的现在 乐观你的未来时 你就站在了生活的最高处 当你明白成功不会显赫你 失败不会击垮你 平淡不会淹没你时 你就站在了生命的最高处 当你修炼到足以包容所有生活之不快 专注于自身的责任 而不是利益时 你就站在了精神的最高处 当你以宽恕之心向后看 以希望之心向前看 以同情之心向下看 以感激之心向上看时 你就站在了灵魂的最高处 面对有勾有砍的人生 我们不是没有眼泪 而是含着眼泪毅然奔跑 得意时看淡 失意时看开是人生 来到这世上总会有许多的不如意 也会有许多的不公平 会有许多的失落 也会有许多的羡慕 我们都是远视眼 总是活在对别人的仰视里 我们都是近视眼 往往忽略了身边的幸福 所以我们要懂得 得意时看淡 失意时看开 事实上大千世界 不会有两张一模一样的面孔 只要你仔细观察 总会有细微的差别 人总会有智力 运气的差别 总会有人在你熟睡时 回想一天的得失 总会有人比你跑得快 参差不齐 才构成了这世界上 一道道靓丽的风景 辩知灵说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是的 走在生活的风雨旅程中 当你羡慕别人住着高楼大厦时 也许色塑在墙角的人 正羡慕你有一座 可以遮风的草屋 当你羡慕别人 坐在豪华的车里时 而失意于自己 在地上行走时 也许躺在病床上的人 正羡慕你还可以自由行走 很多时候 我们往往不知道 自己在欣赏别人的时候 自己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一生辗转千万里 莫问成败重几许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与其在别人的辉煌里仰望 不如亲手点亮自己的心灯 扬帆远航 把握最真实的自己 才会更深刻地解读自己 面向太阳吧 不问春暖花开 只求快乐面对 因为透过洒满阳光的玻璃窗 默然回首 你何尝不是别人眼中的风景 不完美的人生是人生 人生从来不完美 各有各的不足 各有各的难处 各有各的无奈 各有各的烦恼 人生从来不完美 有漂亮的容貌 没有聪明的大脑 有伟岸的身材 没傲人的背景 人生从来不完美 有些人家境贫寒 但很知足 工作踏实 一家人和和美美 有些人豪车滑宅 但吃不好饭 睡不好觉 没时间陪伴家人 人生从来不完美 有些人头脑简单 虽吃过亏 上过当 但活得自在 有些人工于心计 虽占便宜 得好处 但过得很焦虑 人生从来不完美 所以不用想着和谁比 你有你疲惫的追求 我有我平凡的快乐 没有必要盯着别人的生活 自愿自意 更不要看着别人的幸福 迷失自己 不知足 会活得很累 求完美 会过得很痛苦 人生从来不完美 关键看你以什么态度 去面对 你若想开 看淡一点 一切都会随风而逝 你若轻松 乐观一点 一切都会脾气太来 生命只有一次 或长或短 感情只有一回 或喜或悲 谁都无法预知 每一步路 都需要自己去体会 谁都不能强求 我们只能学着 去接受和面对 所以做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这辈子开开心心地活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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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